什麼星座的人最容易談 禁忌之戀咧 射手座 煩咧 我只是按念過林老師而已 大家好 我是西西 大家好 我是蘇蘇 我們是 西西蘇蘇 要講一次這個團體名稱 我都覺得會很害羞 等一下 我們其實這一次是第三集 沒錯 我們要感謝全台灣 2300萬的用戶 全部的人都看兩次以上了 所以我們一共有 將近5000萬點閱率了 好可怕 亂講一通 5000萬點閱率可能會是接下來 我們要談論的這一部 今年台灣國片在下半年 最受矚目的一部電影 返校 這個片是知名遊戲改編的 當時大家都覺得 我們很期待 可以看到一個遊戲 總算可以改編成台灣的電影 而且這個遊戲 是全世界的粉絲都有玩過的 這個遊戲其實蠻combo的 就是主角就拿著一個蠟燭 在半夜閒晃 在校園裡面在尋找線索這樣子 然後故事的女主角呢 就是在尋找線索裡面 跟自己的曖昧的老師 有關聯嗎 很有關聯 不看有沒有其他女生跟老師搞曖昧嗎 經典醫院看你就知道 然後 但故事的主線是 學弟在跟學姐 就是 你知道這邊看到 蠟燭 對 拿一個蠟燭 然後在校園裡面去解謎的遊戲 這個片 跟大家說 表面看是一個驚悚片 但是到最後看你會覺得 哇 那個時代戒嚴時期 一切都這麼禁忌底下 要做任何的自由反抗的意識 都很困難 不容易 所以這故事在這邊有很大的衝突跟張力 然後呢 我們這一次呢就要問一下大家 請問老師你覺得 什麼星座的人最容易談禁忌之戀咧 我覺得很容易有的呢 第一個星座叫做雙魚座 因為雙魚座本身啊 我覺得第一個是 他們的人生故事裡面 都要有一個人被救贖 不管是老師救他們 或他們去救別人 有 雙魚座都有救世主情節 對 所以如果今天他們生活上有些事情 有人願意給他們一切希望 那他們很容易掉入愛情 或者是說 看起來很堅強的老師 但其實有脆弱的一面 他們就忍不住想去幫助老師 就會陷入愛河 老師 我還幫你改課後作業 這種的 我感覺你的經驗很老到喔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我們第二名就是你的星座 射手座 煩耶 真的 怎麼好像這種東西都一定會有我 所以你要不要老師招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暗戀過你老師而已 射手座的人喔 其實他對於愛情是很自由奔放的 他不覺得有什麼局限 所以在我們學生時代 真的蠻多射手座的男生或女生 比如說學弟暗戀學姐的 就很容易是射手座 要覺得年紀不是什麼問題 禁忌這東西不應該存在 他覺得應該愛是沒有界限 他會想要去超越 我覺得射手座有一種超越 然後去探索那個真理真相的特質 再來第三個就是天蠍座 天蠍座本身對於那個危機喔 很容易感覺到興奮或者是受吸引 越危險他越興奮 對 危機或是危險或是別人可以做不到 他做得到的事情 可是講天蠍座很危險你知道嗎 怎麼說 因為我那時候去查過 中華民國內政部出身率的統計大調查 我國出身率最高的星座 就是叫做天蠍座 真的喔 第二高就是射手座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父母親過年的時候 對 所以過年的檔期我滿好介紹 如果我們節目還可以往下走的話 最後一個是天蠍座 天蠍座我覺得它很浪漫 而且通常也是俊男美女多 可是他們其實 在對每個人友善的同時 他們很難對別人說no 有人說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可以怎麼樣 對你找天蠍座他說 好 那樣子 你想找聊天的對象 你找天蠍座沒有問題的 他都不好意思拒絕你 對 你有來有往 所以久了就容易日久生情 但是他們懂得拿捏那個尺度 然後慢慢的走向戀愛的機會 希希聽說我們今天有一個好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喔 對 只要大家點那個影片的說明那邊 就會有我們的題目到底 最愛經濟之戀的星座排行榜 前四名到底有哪些星座 你只要在連結下方留下這四個星座 就有機會 可以得到我們的正獎囉 好 那我們節目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次希望網友粉絲們 再回到我們頻道來看我們的 希希 蘇蘇 謝謝大家 掰掰